知識大便隱血測試結果 所有的篩查測試都不是完全準確 即使結果是呈陰性 即是驗不到大便大血 你也應該每兩年接受一次 大便隱血測試 繼續留意有沒有出現大腸癌的症狀 如果有疑問, 就要盡快見醫生 而結果呈陽性 即是大便釀換大血 大便驗出隱血 並不一定是患上大腸癌 有可能是其他情況引致 基層醫療醫生會跟你講解測試結果 轉介你做大腸鏡檢查 以確定出血原因 有見及此, 醫生會聯絡你 安排第二次診症 所以在第一次診症的時候 你要向醫生提供準確的聯絡資料 你可以選擇下列的轉介方式 轉介至已參加先導計劃的大腸鏡醫生 政府會就此提供之助 而視乎所選擇的醫生 你有可能要支付不多於港幣一千元的額外費用 一般來說, 等候接受檢查的時間會少於八星期 計劃的醫生名單和額外費用 可以瀏覽衛生署預防大腸癌網站 轉介至私營機構 即是你將會離開先導計劃的範圍 政府不會就大腸鏡檢查提供之助 你需要自己存數, 支付所有費用 轉介至醫院管理局核下的診所 也即是公營機構 你亦是將會離開計劃的範圍 選擇在醫管局的一貫程序下接受服務 你需要按照醫管局所定支付費用